第2461章悲惨的老鬼 秃顶赫眼珠子一转 道公子真是才思敏捷 我对公子的敬仰打住打住 你这话我都已经听了不下千次了 下次能不能换点花样 见秃顶赫又要开始 王滕顿时嘴角一抽 急忙抬手道 秃顶赫善善一笑 道小赫这不是太崇拜公子 一时之间情不自尽吗 王滕翻了个白眼 随即沉吟道 不过那李洪玉若真是逃难者 此前表现出来的实力 未免太弱了一些 不过此人似乎是隐藏了实力 体内有可怕的实力被封印着 此前是暴露混世魔源血脉的时候 方才泄露出了一丝被封印的力量气息 道也说不准 王滕拧着眉头 如果李洪玉真是逃难者的话 那事情就麻烦了 逃难者的实力往往都无比强大 以他现在的实力 如果李洪玉真是逃难者 隐藏的实力爆发出来的话 必然是一尊大敌 不过 王滕始终觉得这是有蹊跷 虽然李洪玉身上的混世魔源血脉 以及其掌握的防制品周天怡都不同寻常 但对方的行为却并不像是逃难者 即便是 对方应该也有所顾忌 不敢轻易暴露隐藏的实力 否则此前的仙朝大战中 对方为何在那样的情况下 都没有显露出来 王滕目光闪烁 想到这里 他微微放下心来 摇了摇头 将此事暂时压下 目光重新落到面前的水晶眼球上 这玩意儿要如何运用 公子只需要将一面沉入其中 然后灌输法力 便能操控他 监察一方 秃顶赫开口道 王滕文言立即沉入一缕意念到周天怡中 同时打出一道法力 能从这里看到神舟仙朝吗 王滕挑了挑眉道 当然 这可是禁忌天保周天怡的防制品 若是连这都无法做到 未免也太费了一些 秃顶赫开口道 王滕点了点头 心念一转 看看仙朝那尊老鬼现在有什么动作 随着他念头转动 顿时之间 水晶眼球中便是迸射出一道画面 画面中 李求真透发乱蓬蓬 顶着两个巨大的黑眼圈 眼窝凹陷 面色发黑 憔悴不堪 隐约间仿佛身形都消瘦了不少 一副病入膏肓的模样 阁下 我 我真没见过你的头 你去纠缠别人成吗 李求真回头 冲着身后飞来的神秘黑雾说道 语气软弱 早已没有了此前的强势与霸道的姿态 这些天 他无时无刻不遭受到这团神秘黑雾的侵扰 哪怕身为真仙 他也有些顶不住了 整个人消瘦了一大圈 精神萎靡 疲惫不堪 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 无论他做什么都无法逼走这团神秘黑雾 打又打不到 那又没有用 死活就缠着他 不知疲倦的对他发动迷雾攻击 要吞噬他的仙道真灵 偏偏他又不能无视对方的迷雾攻击 否则被其迷雾吞噬了真灵 他也就陨落了 如此长此以往 他的仙道真灵都暗淡了 真灵人神都萎靡不振 精神消耗严重 导致整个人看起来都缺乏精神 默契沉沉 他快要被这团黑雾折磨疯了 管我头来 那团神秘黑雾不知疲倦的重复着同样的话 发动着同样的攻击 不断的扑向李求真 散发出一股股神秘黑雾 对元神真灵有着巨大的威胁 啊啊啊啊 本座快疯了 来人 立刻派人去邀界 去找到那个放出这团黑雾的家伙 让他将他收走 否则本座定要学习妖界 李求真几欲发狂 张口吼道 远处 古希忌惮的看了一眼神秘黑雾 嘴角不由得抽了抽 没想到堂堂真仙 竟然被这团神秘黑雾给纠缠的几乎发疯 被其折磨的一副被炸干的憔悴模样 妖界 圣山 看到画面中的这一幕 王滕不由得神情一正 神情古怪 惊一不定道 这人是当日那尊仙朝真仙 他一脸惊恶 这可是一尊真仙啊 这才多久不见 这位当日风采绝世的仙朝真仙 怎么就憔悴成了这个样子 他的目光落到那团神秘黑雾上 神情古怪 这团神秘黑雾 竟然恐怖如斯 将一尊真仙 折磨成了这个模样 不过同时 李求真下令让人前往腰界 却是让王滕目光一鸣 看来对方也已经知道 他们退回到了腰界之中 而且 不出意外 要不了多久 对方应该会亲自来这腰界走上一趟 因为 来其他人 不可能威慑得了他们 周了仿制周天怡 王滕目出沉思 随即向突顶贺雨断剑问道 这团神秘黑雾 你们认识吗 什么来头 这东西似乎很不一般 堂堂仙朝真仙 竟然都对其没辙 被其这么成了这个样子 难道也是二重天的生物 突顶贺雨断剑也都纷纷摇头 道公子 那第二重天太大太辽阔了 介于无数 就算它真是第二重天的生物 我们也哪里能全都认得出来 不过 这玩意的确诡异 说不定真有可能是那上面的生物 段剑想了想开口说道 对那神秘黑雾中的存在也有些忌惮 王滕点了点头 随即有些幸灾乐祸得道 说的也是 暂且不去管它 只要它不来纠缠我们就好 就让它好好霍霍那仙朝老鬼吧 则则 最好是将这老鬼活活耗死 这样便省了我们不少功夫了 公子英明断剑连忙拍马屁道 不要话音刚落 就被突某鹤再度一翅膀扇飞了出去 公子的英明还需要你来说 公子的英明天地可见日月可查 何须你来溜须拍马马屁金 呸 王滕嘴角一抽 懒得去理会这两个家伙 他收起防治周天怡 难难道 要对付这仙朝老鬼 我现在的实力只怕依旧是力有不歹 还得变得更强才行啊 诸多宝库中的资源 也该发挥其应该绽放的热量了 尽快的提升修为 还有神魔分身等手段 也该将其早日修炼圆满 增强底蕴 念及至此 王滕心念一动 来到神魔令中 打算将剩下的神魔分身 统统明炼出来 第2462章分身圆满 王滕的神魔分身 如今一共明炼出了七尊 还有三尊神魔分身 此前一直不曾来得及修炼 主要是他此前的底蕴不够 不足以打开剩下的三善石门 依我现在的实力与底蕴 这最后三善石门 应该拦不住我了吧 王滕来到神魔令中 看着那最后三座石门 这最后三座石门 所对应的神魔分身 分别是酸泥 穷奇 以及奇灵 他来到其中一座石门前 那石门上镇刻着一头 凶残无比的酸泥凶兽 王滕没有任何的迟疑 随手便是一拳狠狠轰击 在那酸泥石门上 空偶 顿时之间 一股恐怖的力量 瞬间倾注在那石门上 顿时之间 那座石门上瞬间 就击射出一道道赤胜的光芒 将那石门上的刻纹完全点亮 下一刻 石门轰然炸开 一股可怕的凶残无比的气息 从那石门背后连通的 秘境之中汹涌出来 一头猙獰无比的酸泥凶兽 瞬间朝着王滕冲了过来 其气息无比的强大 赖一滴酸泥真血 无比的精纯 吼 可怕的寿吼声传来 蕴藏着一种灵魂威压 凶残 暴力 王滕冷哼一声 在那头酸泥凶兽冲到面前的瞬间 翻手一巴掌便将其抽得溃散开来 酸泥形体涣散 化作一滴精纯的宝穴 落到王滕的掌心之中 正是酸泥真血 靠强烈的煞气 酸泥真血吗 神魔分身 酸泥分身的能力 我记得是精神震荡 以音波震荡敌人精神 类似于一种古老的神通 天龙八音 王滕低声难难 随后伸手一抓 将这一滴酸泥真血收了起来 脉步走入酸泥逆境中 酸泥逆境中 并没有特别之物 里面有着无比浓郁的天地灵气 还有一股股暴力的残魂气息 是蕴藏在酸泥真血中的凶煞力气 这一滴酸泥真血 常年被存放在这酸泥秘境中 凶煞力气不但没有消磨掉 反而随着时间推移 扩散到了整个秘境 不过王滕如今的道心河等坚定 区区凶煞力气 根本无法干扰其心智分毫 他迈入酸泥秘境中 引动酸泥秘境中的酸泥残魂气息 取出酸泥真血 直接开始凝炼起来 有了前面凝炼七大神魔分身的经验 王滕如今在凝炼神魔分身 便是行云流水一般 这第八尊神魔分身 酸泥分身 王滕一共只用了不到七天的时间 便将其彻底凝炼成功 一尊实力曾次媲美 他如今修为的神魔分身 酸泥分身便是凝炼出来 王滕立即就感觉到 自己的底蕴进一步增强了 尤其是当他将这一尊酸泥分身 融合到本体中的时候 更是感觉到自身力量大增 战斗力有不小的提升 还有两尊神魔分身 此番便将其一并凝炼了 届时神魔分身大成 十大分身融合为一 我得战斗力将会得到飞跃性的提升 王滕目光灼灼 当年无天魔主 就是凭借不灭今生 以及神魔分身 这两大手段 成为神界霸主 纵横神界 如今 对于不灭今生的修行 王滕已经走到了 无天魔主的前面 已经是清出于蓝而圣于蓝 将不灭今生修炼到了第二十重 凝炼出了的第二重仙体 现在再将这神魔分身 全部修炼出来 将这神魔分身修炼到圆满境界 到时候他的底蕴 便可谓是全面超越了无天魔主 与当年的无天魔主的差距 便只有修为境界上的差别了 穷奇分身 王滕走出酸泥秘境 来到余下的两座石门的 其中一座石门前 石门上会着一头怒艳滔天的穷奇 隔着壁画 都能感受到这头穷奇的滔天煞气 上古最强凶兽之一 是杀成性 凶残至极 攻伐犀利 绝世无双 尤其是其天赋领域 血之禁域 能够极大幅度的提升杀伐之术的威力 配合修罗魔域 以及仙剑杀戮道来施展 绝对能起到奇效 能令我的仙剑杀戮道 更加纯粹 王滕目光闪烁 太古穷奇 最是杀的凶兽之一 其天赋领域 血之禁域 能大幅提升穷奇的杀戮能力 空偶 王滕抬手一挥 一股强大的力量击出 从容击碎穷奇石门 打开了穷奇秘境 顿时之间 一股可怕的血腥气 以及杀伐利器 顿时扑面而来 一头是血的凶兽 从那穷奇秘境中奔腾出来 脚下有着一片血色领域 身形一个闪烁 便是瞬间出现在在了王滕面前 王滕目光一鸣 冷哼一声 不愧是穷奇 一滴真血 之中竟然还蕴藏着 如此强烈的杀伐利器 一缕残魂气息 竟然能释放出血之禁欲 他默然抬手 一掌拍出 将那一头扑杀来的穷奇 身形击散 强大的力量沸腾 王滕竟然感觉 到手掌有些发麻 这头穷奇杀戮之力 竟然有些出乎意料的强大 是有那血之禁欲的加持 威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王滕对这穷奇的天赋领域 血之禁欲颇有兴趣 尖见杀戮道 便是以最纯粹的杀戮为核心要义 杀意越强 杀戮气息越恐怖 威力就愈大 配合修罗魔狱 以及修罗剑 还有这提升杀戮之能的血之禁欲 将能发挥出最大威力 如今王滕前路所需要面对的敌人 乃是那尊真仙老鬼 所以王滕现在必须要尽可能多的提升自己的实力 这血之禁欲 他必须要掌握 一掌拍散穷奇幻影 王滕抓着那一滴穷奇真血 进入穷奇秘境中 开始凝炼穷奇分身 五天后 王滕自穷奇秘境中走出 第九尊神魔分身 穷奇分身 已然成功凝炼了出来 他浑身的气息 再度提升了不少 底蕴进一步增强 实力愈发的恐怖 随后 他来到最后一座石门前 这座石门上 刻画着一头栩栩如生的麒麟 麒麟 号称太古凶兽之首 拥有威慑天下一切凶兽的能力 具有可怕的天赋 乃是妖兽版的先天道体 具有可怕的领悟能力 能够轻易地洞察大道天心 且其发展全面 速度 力量 肉身 皆是太古凶兽中的佼佼者 同时还具有可怕的推演之能 以及罕见的预知之能 王滕脑海中涌现出 关于麒麟以及麒麟分身的信息 目光顿十一鸣 麒麟的能力可以说是非常的拔尖 却又极其均衡 速度能与昆蓬竞速 力量能与真龙争锋 肉身能与玄武比肩 但这些都不是其最可怕的地方 其最可怕的能力 乃是预知未来的能力 虽然 这个预知未来的能力 有着巨大的限制 但是依旧不可否认这个能力的逆天语强大 第2463章仙朝来人 轰昂 王滕出手 麒麟逆境的石门被打开 一头麒麟顿石从石门之中冲了出来 踩着可怕的火焰 浑身裹挟着强大无比的气息 速度极快 比起昆蓬都不遑多让 他凶悍无比 瞬间冲出石门 张口喷出恐怖的火焰 卷向王滕 然而王滕如今仙体蜕变到了第二重 肉身强悍无比 这不过是一滴麒麟真血 哪怕再厉害 也不可能撼动王滕分好 那恐怖的火焰冲来 王滕眼皮都没有眨一下 抬手一压 便将那头麒麟正溃 一滴宝贵的麒麟真血 落到手中 王滕拖着这一滴麒麟真血 走入麒麟秘境之中 开始凝练最后一尊神魔分身 麒麟分身 数日后 王滕自神魔令中归来 麒麟分身已经凝练完成 其神魔分身术 终于圆满 十大神魔分身 尽数凝练出来 分身合一 王滕浑身的威势大增 有一股可怕的威严 底蕴之身后 让人难以想象 依我现在的实力 不知道与仙朝那个老鬼还有多少差距 他走出神魔令空间 回归妖界 行走之间 身上散发出一股可怕的气势 就算是神帝级别的强者 都感到惊心动魄 感觉到压力 恭喜公子 公子修为愈发精进了 秃顶贺立即来到王滕面前 冲着王滕大拍马屁道 王滕摇了摇头 修为道没有多少精进 不过底蕴倒是增加了一些 对了 我闭关的这段时间 妖界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吧 先朝那个老鬼来了吗 王滕开口道 要借现在一片宁静与祥和 大家都在努力修行 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不顶贺开口说道 王滕点了点头 道 无常他们呢 此番相见 还不曾来得及与他们好好聚聚 便匆匆闭关 他们现在在做什么 他们在公子闭关后 也都纷纷闭关了 都嚷嚷着要加倍努力的修炼 才能跟得上公子你的脚步 唉 做公子的追随者真难 拼了命的奋力直追 依旧难以跟上公子的脚步 小赫估摸着他们压力应该挺大的 不顶贺开口说道 王滕文言张了张口 轻叹一声 他们都有很大的潜力 天赋皆都绝佳 只可惜 没有太多的时间给他们去沉淀与成长 否则他们会远比现在惊艳 我的敌人 太强大了 跟着我的确是太为难他们了 嘿嘿 公子 小赫我也就是随口说说 虽然他们压力不小 不过小赫我看他们似乎乐得如此 吐顶赫黑黑一笑 开口说道 王滕文言脸上也浮起一抹笑容 很温和 妖界 龙族领地 奸巢来人 此刻 龙族领地 无数强者汇聚于此 妖族 逆先蒙的各大势力的掌权人都在 没错 说是有事情要与我们商谈 要不要见 白红开口说道 白红正是龙族的一位老祖级别的神帝强者 点中 逆先蒙的各方领袖纷纷皱着眉头 目光闪烁 先朝的人 来找我们有什么好商谈的 无非就是想要向我们施压 然后劝降罢了 就是 事到如今 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们此前如此兴师动众 与先朝大战 先朝现在派人来 无非就是宣扬先朝的威严 然后压迫我们归顺 投降 臣服先朝 哼 我们逆先蒙 便是为了反抗先朝的压迫而存在 绝不可能低头 那先朝来人 不见也罢 还是见一见吧 万一是有其他事情呢 再说了 事到如今 诸位难道不想为自己谋求一条后路吗 先朝有多强大 我想诸位应该都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一尊活着的真仙坐镇 我们真有希望战胜先朝 颠覆先朝吗 现在我们为何归缩在这妖界 若是先朝那尊真仙亲自杀来 我们此前的游击计划 恐怕都难以施行 就要被其镇压了 既然如今先朝有意商谈 不如听听先朝怎么说 另一种声音响起 开口说这话的人 刻然是当初与独眼道人一起站出来 增对王腾表示不满的人 其主张渐渐先朝来使 鼓动逆先蒙的众人 给自己留条后路 甚至言语之中 不断地吹捧先朝的强大 不可抗衡 给众人带来压力 其幻音落下 顿时之间 殿中众人便是形成了两派 一派主张见一见先朝来使 抗衡先朝之心有所动摇 似乎由反水要归顺先朝的念头萌生 一派则是主张谢绝召见先朝来使 坚持抗衡先朝 两派人在殿中争论不休 古明魔神也在殿中参与议事 安静地听着殿中的争论 目光在那些提议要照见先朝来使的人身上流转 将他们一一记下 却没有说什么 等到争论办上 古明魔神方才站了出来 淡淡地开口说道 诸位在殿中争论许久 怎没人想到要去请盟主来定夺 难道大家都忘了 我们逆先盟 还有一位盟主吗 他的话语不急不缓 语气平静没有什么波动 但却有着一丝淡淡的威严 话音落下 殿中众人顿时纷纷面色微变 这平淡的话语之中 却是带着一丝警告 不错 这件事情 便应该知会盟主 请盟主来定夺 我们在这里争论不休 算什么 龙族的人立即表态道 主张反抗先朝 态度坚定的那一批人 也纷纷点头 而那另一批人则是面色变幻 脸色难看到 只是这么一点小事而已 用不着惊扰盟主吧 况且盟主不是在闭关修炼吗 还是不要去打扰盟主呢 简然 众人对王滕忌惮不已 来人 去看看盟主出官媒 将此事禀报给盟主 龙族的一名首领直接吩咐道 那些人顿时面色变幻 一个头戴玉冠的中年男子 应了一声 走出了大殿 看到远处的龙族四妖孽 冲着龙凡道 龙凡 你去一趟圣山 看看盟主出官了没 请盟主来一时大殿一趟 就说 这个头戴玉冠的中年男子 正是龙族的现任组长 不过现在 各族老族纷纷出事 他这个组长 也成了小辈 听到玉冠男子的话 龙凡顿时面色一明 抿着嘴道 族长 我身体不舒服 能换个人去吗 他看了一眼龙俊等三人 对于那个人 他心里有极大的阴影 第2464章先朝朝安 妖界 圣山 龙凡极不情愿地来到了这里 但却并不敢靠近 而是远远地落在圣山边上的一座山峰上 他警惕地看了圣山一眼 冲着圣山拱手道 盟主出关了吗 你先盟友是想要请盟主定夺 圣山之巅 正在默默体悟万物呼吸法的王腾 听到龙凡的话 侧目看了过来 见龙凡远远地停留在远处的山峰上 向自己禀报事物 不由微微一愣 是你啊 我记得你 龙族似妖孽之首 你来禀报讯息 离我这么远做什么 王腾诧异地看着龙凡道 龙凡抿了名嘴 道这里凉快点 王腾嘴角一抽 你怕我 王腾开口道 龙凡文言顿时谋光大胜 与王腾目光对视 浑身气势赤胜 我龙凡出道至今 还从来没爬过水 那你过来 王腾开口说道 不过去 龙凡顿时神情一致 气势一泄道 那我过来 王腾嘴角微扬 故意调侃道 我想起来了 数年前 曾与你借了三百斤真血 龙凡文言 顿时浑身的汗毛 都立了起来 当即冲着王腾抱拳道 话已经带道 在下还有钥匙在身 告辞 说完 他转身就跑 比来的时候 速度快了好几倍 王腾话还没说完 对方已然消失在远处 王腾嘴角一抽 低声难难道 该不会真是那次放了他三百斤真血 给他留下阴影了吧 讲到这里 王腾摇了摇头 这位龙族的妖孽天才 道心还是不够坚定啊 还不如古魔老祖 看看小魔 当初他宁愿第十九重分身的时候 前前后后可是足足放了古魔老祖超过六百斤真血 也没见古魔老祖皱半个眉头 见到他依旧是毕恭毕敬 还一口一个公子 叫得可欢时了 心里一点借地也没有 两者这一对比 心境差距便是天差地别 龙族一世大殿中 古明魔神身边 古魔老祖忽然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眼神茫然 谁在念刀是老祖我 我说 诸位何必要执迷不悟 只是见一见那先朝使者 又不会怎么样 诸位倒有如此抗拒做什么 那几个主张要见一见先朝使者的人工龙道 就是 多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不好吗 就算你们不为自己着想 也该要为自己身后的家族 门派着想吧 有人附和道 我 见一见先朝使者 就能多出一条后路来吗 什么样的后路 说来本盟主听听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平淡的声音忽然响起 随后虚空连衣起伏 王腾自虚空中夺不迈出 神情平淡的道 他的话语虽然平淡 但是却自然二人的携带着一缕威严 看到王腾 殿中一部分人顿时面色一变 刚才还在提议要见一见先朝使者的人 当即闭上了嘴巴 参见盟主 殿中 四方众人随即纷纷攻身 拱手参拜 不必多礼 王腾自然而然走到 义士大殿正前方的主位高座上坐了下来 看着下方殿中密先萌的众人 也有一番感受 这种身居高位的感觉 不得不说很奇妙 不过王腾并不沉醉于此 这点全是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不堪一击 对于他而言 只有志强的力量 才是他永恒的追求 说说吧 何以来的见见那先朝使者 就能让我们多出一条路来 什么样的路 本盟主也想听听 王腾的目光落到刚才那几个人身上 平淡的语气之中 却是蕴藏着强大的威严 令得那几个逆先萌的强者 不由得面色变幻 呼吸都局促了几分 这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 没有想到不知不觉之中 王腾一个小辈 竟然已经在他们心中 留下了如此可怕的精神威压 如此强大的威严 让他们发自内心的感到敬畏 众人相识一眼 没敢开口 刚才吵得热火朝天的众人 都安静了下来 怎么没人说话 不是说有人主张要见见那先朝使者吗 本盟主刚才也听到 有人说见见那先朝盟主 好处多多 能多一条后路来 还说这是为自己身后的家族 门派的着想 怎么现在都不说话了 亲一门的这位道友 刚才似乎是你说的吧 你便与本盟主说说你的看法 本盟主席耳恭听 王腾扫视下方众人 随后目光落到方才开口的 那几个人中的其中一人身上 指了指他 开口说道 那亲一门老祖被王腾点名 顿时面色一变 却是没法再保持沉默 只能硬着头皮道 盟主 老朽也只是随口说说 当不得真 只是一些捉见 无妨 你且说来听听 本盟主一向很开明 大家都各书几件吗 王腾微微一笑 开口说道 那亲一门老祖见推托不过 硬着头皮道 回禀盟主 老朽只是觉得 那先朝在这个时候派使者前来 说不定是要与我们和谈 或者是招安我们 那先朝的强大 我们此前也已经有所感受 若是先朝全面打压我们 我们今后必然是举步为奸 若是先朝真愿意网开一面 不计前嫌 招安我等 我等危机便可消除 而且 而且还能在先朝为官 子孙后代 万事长容 荒谬 听到亲一门老祖的话 在场立即有人赤道 亲目到有想的未免太美好了一些 竟然幻想着那先朝派遣使者前来 是要招安我们 我们此前与先朝爆发如此激烈的大战 令得先朝损失惨重 连元老及别的老祖 都陨落了好几尊 你觉得如此大仇 先朝会与我们和解 痴心妄想 以先朝一冠以来的霸道作风 绝不可能会做出招安的事情来 你想得太美好了 才会觉得先朝会来招安你 大殿中 有人乐冷冷的道 王腾抬了抬手 让其稍安勿躁 先听亲目道友说完 那人听到王腾的话 这才没有再说什么 那亲目老祖听到此人的驳斥 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 但是却没有发作 冲着王腾拱手道 盟主 老朽只是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 现在已经说完了 第2465章遗憾 说完了 王腾听到亲目老祖的话 诧异的道 是 老朽说完了 老朽只是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 但老朽既然是身为逆先盟的一员 一切自然也以盟主的决策为主 不管盟主有什么决策 老朽都坚持拥护盟主的决定 那亲目老祖似乎感觉到了 被己生出了一丝寒意 又急忙补充了一句 表示愿意坚决拥护王腾的决策 求生意识极其强大 听到亲目老祖的话 店中不少人顿时纷纷露出一副古怪的神情 随即眼中露出一丝鄙夷之色 有人更是言语道 亲目道友 我记得你此前可不是这么个态度啊 亲目老祖冷哼一声 义正言辞道 盟主什么态度 老朽便是什么态度 既然我等拥护盟主 主持大局 自然是要以盟主的决策为主 老朽先前所言 只不过是一己之词罢了 并不能代表什么 听到亲目老祖的话 在场不少人眼中的鄙夷之色更浓了 不少人暗骂无耻 而那些原本与亲目老祖统一战线 被亲目老祖说动 抱有同样态度与念头的人 此刻听到亲目老祖这一席话 却是纷纷一脸蒙蔽 全都一脸茫然 脑门上扶起一个大大的问号 后面跟着许多朋友 什么情况 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之前你明明不服王某人做盟主 现在我们都跟你统一战线了 你居然反水了 喝吐力 无耻之徒 众人心中大骂 嘴上却是无比的时程 在亲目老祖话音落下的瞬间 便是纷纷反应了过来 纷纷冲着王腾拱手 躬身参拜 口中直呼 我等也都坚决拥护盟主的决策 一时之间 店中那些所有的 原本主张要见一见仙朝使者 幻想着仙朝会对他们进行招安的众人 此刻竟然全都变了风向 全都嚷嚷着要坚决拥护王腾的决策 表现得忠心无比 店中其他众人 看到这一幕 顿时纷纷暗骂不已 这些老家伙 真是老狐狸 不过此刻 他们倒也没有多说什么 也都纷纷开口 表示愿意遵从王腾的决策 这让剑山老祖 古魔老祖等王腾 麾下的一众追随者们 还有古明魔神 以及古明魔神的弟子 忘情宗主既无情 皆都纷纷心中惊叹 没想到王腾如今竟然 已经有了如此高的威望 只是来到店中 什么都还没有做 只是让那清末老祖 重复了一遍先前 其在店中说的话而已 便是令其立即转变风向 使得整个店中的意见 都瞬间达成一致 这就是威望 不单单是因为王腾强大的实力 关于王腾此前 强势镇杀独眼道人的铁血手腕 有着不小的关系 这些老祖级别的强者 别看他们修为高深 活了一大把年纪了 实际上越是修为高深 越是活得久远 就越是贪生怕死 王腾此前镇杀独眼道人 杀鸡儆猴 立下了巨大的威严 加上其强大的实力 还有其此前顿悟的无敌法万物呼吸法 以及他挥下一大堆强者 还有妖族对他的坚决拥护 也都为其增添了不少的威望 使得现在 轻易没人敢去触犯他的威严 哪怕是老祖级别的强者 也是心存忌惮 青木道人以及先前与之同阵营的那些逆先蒙的强者 突然之间竟然全部转变了风向 口口声声说着坚决拥护自己的决策 确实让王腾微微一愣 显得有些意外 他深深的看了青木道人以及那些先前与之同阵营的人一眼 没想到这些人的求生意识还挺强 他都已经做好了要将这些妖言获重的 有反骨之心的这一批人统统剪除 清理掉 他连剑都拔出来了 都要挥下去 差点就要收不住了 结果对方竟然突然之间悬崖了马 让他这一剑却是不好再挥下去了 他面上带着微笑 循循引诱道 无 我觉得诸位其实说的很有道理 那先朝使者若是当真来招安 答应他道也无妨 以后我们的子孙后代 还有我们背后的家族 势力 根基 都能万不偿青吗 诸位觉得如何 王腾冲着众人微笑道 不可 盟主 此事万万不可 且不说先朝会不会招安 即便先朝真的招安 我们也绝不能答应 王腾话音刚落 便有人连忙开口道 王腾看了他一眼 冲其抬手 阻止了他的话 开口道 诸位稍安勿躁 这不是还在商讨吗 青木道友 你们觉得如何 王腾笑咪咪的道 看到王腾笑咪咪的模样 青木老祖却是始终感到被挤发寒 心中不安 王腾的话 让他内心很失意动 不过他却很警惕 看了王腾一眼 一口咬定道 老朽锦遵从盟主的决定 真是老狐狸 王腾心中骂道 他看向其余众人 道 你们呢 我等也都遵从盟主的决定 众人相识一眼 纷纷开口说道 王腾笑了笑 挥了挥手 无从落刀啊 眼角于光瞥到一边的墨月长老 见墨月长老满脸遗憾之色 便更是不由得微微一叹 边上 墨月长老满脸的遗憾 原本他已经兴充充 准备好去找风水保地 没想到结果对方却是突然勒紧了缰绳 这让他颇为遗憾 原本多好的一个展现自身价值的机会啊 就这么错过了 既然如此 那本盟主便说说本盟主的态度吧 王腾抬了抬手 台下立即安静了下来 他神情恢复淡然 淡淡的道 方才我听到有人心存幻想 期望着仙朝能对其进行招安 本盟主倒是想问问 即便仙朝真的招安 你们敢答应吗 说到这里 王腾的目光扫了一眼 轻目老祖一派系的人 淡淡的道 你们 怎知这不是仙朝为了更好的剿灭你们的计策 我若是仙朝 若能不费吹灰之力 轻松剿灭而等所有人 我也乐意许诺招安 我会口口声声许下重力 招安而等 给你们许诺各种好处 仙官 职位 让尔等的联盟 从内到外 人心分离 最终整个联盟 不攻自破 分崩离析 甚至 等到尔等开开心心 前往仙朝认职为官的时候 我在随意捏造一个罪名 将尔等禁数镇压 甚至灭门灭族 将你们这些反叛势力 全部彻底扫灭 我问你们 即便现在 仙朝真的招安 你们还敢受吗 王腾冷声喝道 随即目光再度落到 清目道人等人身上 冷哼一声道 哼 本盟主倒是没有想到 事到如今 竟然还有人幻想着 要重新臣服仙朝 幻想着仙朝的招安 鱼不可及 若你们想要臣服仙朝 为何此前不选择臣服 现在 与仙朝大战一场 杀了仙朝总部 仙庭多少嫡系 甚至连仙朝和新老祖级别的强者 都陨落了几尊 这个时候 你们幻想着仙朝与你们和谈 让出利益招安你们 你们难道以为 以仙朝的强势与霸道 以仙朝的实力 需要如此自跌身价吗 只有雷弱的政权 才需要以招安的策略 稀释宁人 仙朝这种晴天巨波 神界霸主 会做这样的事情吗 可笑 第2466章拖下去吧 听到王腾的话 大典之中 清孟老祖等人顿时纷纷面色一变 他们都听出来了 王腾说的便是他们 这让他们心中恼怒的同时 却是清醒了过来 被王腾骂醒 回味着王腾方才说的那一番话 所有人都不由得到吸一口寒气 被己声寒 他们此前并没有想那么多 只是想着仙朝如此强大 还有真仙坐镇 他们若是与仙朝抗衡到底 那无异于以卵计时 最后多半是以惨败收场 所以 他们才动摇了决心 幻想着仙朝此番派遣使者前来 是要对他们进行招安 是要安抚他们 却没想到这其中可能存在的陷阱与危险 正如王腾所言 仙朝和其庞大 行事作风 又是何等的强势与霸道 其几乎一统神界 碾压一切不服 扫灭了多少个强大势力 让其化作历史的尘埃 对方凭什么来招安他们 他们 已经强大到了让仙朝忌惮 让仙朝没有把握镇压了吗 简然没有 若对方真的提出招安 大概率只是不想太过麻烦 设下陷阱 从而将他们轻松剿灭罢了 招安 他们敢接受吗 讲到这里 众人不由得遍体声寒 青木老祖等人连忙扶手道 盟主英明 盟主圣明 是我等短视了 聆听盟主一席话 我等方才幡然醒悟 我等联盟 有盟主为首 实乃我等之大幸 青木老祖等人纷纷一脸惭愧道 至于是否真心 那就不得而知了 王腾看了青木老祖等人一天 冷冷地道你们之所以会生出仙朝想要对你们招安的念头 可见你们对联盟并没有信心 对抗仙朝的决心也不够坚定 青木老祖等人文言顿时纷纷面色大变 急忙辩解道 盟主误会了 我等只是缺乏考量 只是猜测仙朝派遣使者前来的用意可能是招安 却是并没有想过要接受仙朝照安啊 请盟主明见 众人皆心惊肉跳 王腾冷哼一声 抬手道 行了 本盟主素来是以德福人 此番既然你们及时醒悟 悬崖了马 本盟主便也不去于而等追究 不过今日此般之事 下不为例 今后不管是谁 若是心怀二心 想要背弃联盟 那便不要怪本盟主心狠手辣了 本盟主现在便将话放在这里 王腾冷冷的道 言语之间 有可怕的杀鸡绽放 令德殿中气氛肃然 所有人都心惊肉跳 按道王腾的威势愈发强盛了 比起当初震杀毒眼道人的时候 实力又强大了不少 这让众人震惊的同时 心中也多了几分惊喜 王腾实力提升如此之快 这对于他们逆先盟而言 无疑是好事 他们逆先盟 现在最缺的就是一个能与先朝的那尊贞先老鬼抗衡的扛顶之人 一个顶尖战力 王腾的实力 自然便是越强越好 盟主英明 殿中 那些原本就反对昭安的众人 听到王腾的话后 也都纷纷拱手道 敢问盟主 那位先朝使者 现在要如何处置 有人有些迟疑的道 这个我在行 我去给他找个风水宝地 墨月长老文言立即双眼一亮 连忙举手 自告奋勇道 找风水宝地做什么 那人愣了一下 墨月长老比仪的看了他一眼 连这都不懂 也好意思出来混 感受到墨月长老比仪的目光 那人顿时嘴角一抽 自己咋还被鄙视了 尤其是 那墨月长老不过一个小小的神皇境界的修士而已 竟然敢鄙视我一个老祖 要不是知道墨月长老是王腾麾下的人 他早就一巴掌呼过去了 王腾则是皱着眉头 随即摇了摇头道 人都不见 便直接将其杀了 似乎也不太好 便先看看此人 究竟是打着什么算盘而来 再行决断吧 众人文言点了点头 没有意义 倒是墨月长老再度露出一脸遗憾之色 片刻后 奸朝的使者被带到了大殿中来 竟然是一尊神帝境界的强者 此人看了殿中那诸多强者 神情却是依旧傲然 目光自王腾身上扫过的时候 方才露出了一丝忌惮之色 当初仙朝大战 王腾的表现实在太过惊艳 万物呼吸法所展现出来的诡异的杀法手段 在很多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不过即便如此 此人却也没有太多的恭敬 他站直身体对王腾拱了拱手 道仙朝来使 元清 见过王盟主 元清 说吧 你来此地 到底有什么事情 王腾淡淡的道 在下是来替仙朝招安诸位的 为诸位指明一条明路而来 元清开口便道 那神态 那语气 俨然一副施舍众人天大恩情的样子 在他看来 这所谓的逆仙蒙 此刻内心必然是恐慌着仙朝的清算 在见识到仙朝的恐怖实力后 内心之中必定是已经后悔了攻打仙朝 如今他来到这里对其昭安可以说是给了他们一条生路 还有光明的虔诚对方必然要将其奉为座上宾 然而听到他的话殿中众人却是全都神情漠然 面色平静看向他的眼神中反而露出了鄙夷之色 这让元清不由得愣了一下 有些摸不着头脑 他们是没听到自己说什么吗 我来此地 是位仙朝 前来昭安诸位 只要诸位愿意归顺仙朝 仙朝不但愿意对诸位此前的所作所为 既往不救 还将许以诸位光明的前程 日后儿等以及儿等的家族门派 都将万事容称 元清以为众人没听清楚他方才的话 此刻又重复了一遍 并且声音高昂 为众人绘画勾勒出一个极其光明的未来 然而殿中众人看向他的神情却是充满了古怪 正作之上 王腾也微微有些惊恶 没想到对方竟然还真是来代表仙朝朝安他们的 而且说的话都跟他方才说的那一番话如出一辙 感受到众人怪异的目光 元清不由更加纳门耳朗 看着众人还想再说什么 中尉王腾直接挥了挥手 道行了 拖下去吧 末月长老 你也一起去吧 第2467章 先获 什么 听到王腾的话 那仙朝使者顿时愣了一下 拖下去 把谁拖下去 然而下一刻他就看到几个老祖级别的强者还有一个兴奋的直搓手的神皇巅峰境界的修士朝他走了过来 那两个老祖级别的强者直接将手搭在了他的双肩上拖着他便朝着殿外走去 那仙朝使者这才反应过来 惊怒道 助手 你们要做什么 我可是仙朝使者 此番前来乃是给你们送来光明的前程 给你们指引一条生路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那仙朝使者大吼道 脚模 你也跟去瞧瞧 跟落月长老学着点 王腾扫了一眼古魔老祖 冲着古魔老祖开口说道 古魔老祖闻言有些纳闷儿 让他堂堂虚仙 去跟一个小小的神皇境界的修士学习 不过王腾的话他却是丝毫不敢违逆 应了一声 随即跟了上去 片刻后 片刻后 古魔老祖就呆住了 亲眼看到剑山老祖等人出手将那仙朝使者镇压了起来 封腻了修为 随后莫月长老麻溜的挖坑 将那仙朝使者如栽树一般 将其给栽了进去 你们敢如此对我 你们都不想活了吗 助手 快助 磕磕 呸呸呸呸 呜呜呜呜 那仙朝使者不断破口大骂 结果一捧捧泥土直接飞到他的脸上 还有嘴里 吃小片刻功夫 莫月长老便将这位仙朝使者给种在了地上 完了还在新土上多踩了几脚 将土踩得严严实实 大公告成今天又展现了一次人生的价值 今日圆满 莫月长老拍拍手心满意足的道 古魔老祖看着这一幕张了张口 最终面皮抖了抖有心无语 公子让自己跟来学习就学着 亦是大殿中 今日此事便到此为止了 此番仙朝朝安计谋不成 接下来必然会有正念冲突 大家都做好准备 明白吗?王滕看着殿中众人 挥了挥手道 是 众人纷纷应道 好了 散会吧 王滕挥了挥手 打算散会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殿外忽然有一道神红急驰而来 落到殿门口 大声道 报 听到来者的话 殿中众人顿时纷纷侧目看去 王滕也朝着殿门口看去 便见一道神红落下 化作一个妖族的生灵 冲着大殿拜道 属下拜见盟主 有要事禀报 何事禀报 说 王滕开口说道 其禀盟主 属下所在非英族族长 负责情报收集 日前有族人反馈禀报 声称吉南之地的无人区 出现诡异与不祥 黑朝着势 大道沉沦 天地规则秩序 亦有崩乱迹象 那不祥的黑朝蔓延 似灾难之气 自南向北 快速席卷而来 不出三月 黑朝便会蔓延至我妖界 那人惊悸道 什么 黑朝着势 神秘不祥 听到那非英族族长的话 殿中众人纷纷一愣 感到有些惊恶语莫名其妙 王滕也微微一愣 看向那非英族族长道 你是说 吉南之地的无人区 天地环境发生变化 神界浩瀚无比 除了各大周外 还有一些 没人敢轻易涉足的 生命禁区 被称之为无人区 类似于下界的 那些生命禁区 很少有人敢涉足其中 而涉足其中的人 据说都消失了 魂牌破碎 元神祭灭 正是 那非英族的族长 神情名众的道 王滕文言目光一闪 没有说什么 而是翻手之间 取出了一颗硕大的 水晶眼球 正是周天怡的纺织品 他心念一动 控制这件周天怡纺织品 直接查探对方说的 吉南之地的无人区 顿时之间 周天怡上光芒四件 最后一道光幕投影出来 显露出无人区的情况 在那光幕投影出来的画面中 那浩瀚的无人区上空 浮现出了一股股诡异的黑潮 那黑潮之中 蕴含神秘力量与规则 所过之处 天地规则与秩序 都纷纷崩塌 碎灭 甚至 众人隔着遥远的距离 只是透着周天怡 投射出来的画面观看 都莫名地感到一股压抑感 感到心悸 这难道是 古籍中记载的 涅世黑潮 有人忽然瞳孔一缩 似乎想到了什么 指着那画面中的黑潮 惊呼道 随着他的画音落下 殿中顿时有无数人面色大变 王滕也目光一明 听到涅世黑潮这四个字的时候 脑海中就涌现出了一股记忆 是无天魔主的记忆 据说 在先古时代 爆发出那一场矿石大战 爆发出那一幕先古大劫的时候 也曾出现过这种黑潮 这种黑潮 类似于灾难之气 亦或者说其本质 就是灾难之气 只是其浓郁到了一定程度 过于粘稠 这才化作了黑潮 这顿时让大殿之中的气氛 一下子凝重了起来 如此规模的黑潮翻涌 这意味着 神界有大劫将至 王滕目光闪烁 忽然想到了当初与仙朝那尊真仙级别的老鬼交战的时候 对方曾提到过一个词 仙祸 对方 曾说仙祸将至 难道对方所提到的仙祸 便是这面是黑潮所预示的神界大劫吗 仙祸 所谓的仙祸 到底是什么 王滕目光闪烁 心中隐约之间感觉到有些压抑 本能的感觉到 那所谓的仙祸 非同寻常 多半与这面是黑潮的大规模涌现有关 对了 我记得当初 那仙朝老鬼曾说过 要震杀了古明师兄 还有小魔 抽取恋化他们的仙气与仙道法则 增强自身底蕴 来增加度过仙祸的几率 难道那仙祸 与仙有关 王滕脑海中念头闪烁 忽然想到这一点 他转头看向古明魔神 以及古魔老祖 发现两人的脸色 都有些发白 尤其是古魔老祖 双全捏得紧紧的 指甲几乎都要陷进肉里 其眼神中露出无边的惊恐 古明师兄 还有小魔 你们怎么了 王滕精逆道 两人的反应 比起其他人似乎更加激烈 古明魔神深吸口气 道 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那画面中的景象 我感觉到格外的压抑 还有一种下意识的恐惧 而且 我有隐约间 还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仿佛有什么强大的存在 盯上了我 让我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 古魔老祖 则是身体颤抖 嘴唇多嗦道 鲜货 是鲜货要来了 当日 那个仙朝老鬼 早就预料到了 鲜货将至 没想到是真的 古魔老祖眼神中充满了恐惧与不安 颤生说道 第2468章 鲜货来由 你知道鲜货 鲜货到底是什么 听到古魔老祖的话 王滕顿时目光一鸣 看向古魔老祖 开口问道 古魔老祖活得无比久远 乃是从后仙古时代活下来的存在 从对方此刻的反应来看 似乎对那仙货有所了解 古魔老祖面色变换不定 梁九才镇定了下来 他深吸口气 缓缓开口道 仙货便是仙道大劫 传说 神剑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一场可怕的大劫出现 这场大劫 与仙有脱不开的关系 所以这场大劫 也被称之为仙货 而神剑上一次仙货 便是仙古动乱 古魔老祖的语气中 带着几分颤抖 缓缓开口说道 什么尖古动乱 仙古大劫便是仙货 听到古魔老祖的话 不只是王腾 在场的许多人 都不由得大吃一惊 神情大便 你的意思是 无尽岁月前的那一幕 将要重现了 尖古动乱 将会在这一世再度出现 王腾也不由得目光一宁 深吸口气道 古魔老祖开口说道 没错 念是黑潮翻涌 仙货将至 也许不出一年半载 仙古时代的黑暗 就会降临现世了 仙货将至 这说明 神界的古仙 并未完全灭绝 所以才会在这一世 再度降临仙货 古魔老祖目光颤动 开口说道 这么说来 仙货的出现 是为了清扫古仙 那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有人文言皱眉道 古魔老祖摇头道 你错了 你们难道忘了仙古时代的黑暗动乱 是何等惨烈吗 仙货是因为古仙而出现 但却不是为了扫灭古仙 而是那些仙道存在们 所引发的劫难 仙货降临 这偌大的神界 没有人能置身世外 古魔老祖道 因为古仙而爆发 具体原因是什么 王腾皱眉道 为了飞升仙界 古魔老祖缓缓开口道 飞升仙界 成仙后 无法直接飞升仙界吗 王腾惊恶道 古魔老祖摇头 道 据说在仙古时代之前可以 但是自仙古时代开始 据说仙界发生了大动荡 出现了重大变故 导致飞升遭受严重限制 只有极少数人 可以飞升 大多数人 都被阻挡在仙门之外 你们还记得 神界最后的一位飞升之人是谁吗 古魔老祖看向四周的 诸位老祖级别的强者道 众人纷纷相视一眼 长生见客 断长生 古魔老祖点了点头 道 没错 便是断长生 你们知道此人为何能飞升成功吗 长生见客之名 如雷贯耳 想必在场的所有人 都听说过这个名字 其创造的大珠天阴阳造化剑诀 也就是长生剑诀 增纵横神界 其一人一间 镇压一个时代 但 你们未必知晓 此人增在仙古时代末期 飞升之前 屠入过足足十数尊古仙 以古仙正道掌声 最终方才扣开仙门 得以飞升仙界 听到古魔老祖的话 在场所有人都不由得瞳孔一缩 屠入过十数尊古仙 最终以古仙正道掌声 方才扣开仙门 飞升仙界 这个事情 在场许多活了 亘古岁月的老祖级别的强者 都感到茫然 只有极少数人 略有耳闻 但是却不尽其想 奸货的根源 便是仙界的变故 当时许多行走在世的古仙 纷纷收到仙界的讯息 匆忙回返仙界 但是有不少古仙 因为各种事情 或是在闭关修炼 或是坠入红尘更进一步的感悟大道 等等各种原因 错过了回返仙界的时间 最终仙界变故加剧 一部分古仙凭借强大的实力 生生挤开了仙门 幸运的回到了仙界 但是余下的一部分人 便是永远的被挡在了仙门外 无法突破出去 听到这里 众人皆都张口结舌 这么说来 就是厉害的古仙都强行挤开仙门 回归了 剩下的一部分实力弱一些的古仙 便被挡在了门外 无力回天 对吗 王腾神情古怪的道 可以这么说 古魔老祖点头道 那为什么这些古仙部联合起来 一起扣开仙门 王腾皱眉道 即便是强行挤压仙门 也只能扣开一道缝隙 只容易人通过 而且那仙门每次挤开后 都会再度自动关闭 而且会比上一次封闭的更加严实 古魔老祖摇头道 王腾文言顿时张了张口 忍不住嘴角一抽 难怪这些古仙部联合起来 一起扣鸡仙门 这些古仙谁都想回返仙界 但是一次却只能通过一人 而每开启一次后 下一次封闭的就会更严密一些 再要将其挤开一缕缝隙 便是需要更加庞大的力量 那么究竟谁先回归呢 谁愿意做这样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呢 所以到最后 这些古仙不但没有联合起来扣鸡仙门 反而会阻止其他人在自己之前扣鸡仙门离去 因为那样会为其自身的回归增加难度 如此一来 为了争夺率先回归的机会 于是仙货彻底降临 一场古仙门的争斗 便是由此展开了 其实除了争夺优先权 还有一个原因 也是仙货爆发的重要因素 古魔老祖目光闪烁 缓缓开口说道 那就是抽练他人的仙气与仙道规则 练化吸收 壮大自身 增强自身实力 提升扣开仙门的成功率 古魔老祖道 这就是那仙朝老鬼此前说 要抽练你们的身上的仙气与仙道法则的原因 王腾文言顿时目光一宁 古魔老祖点头道 没错 不过仙界的变故 不单单是仙门的关闭 对神界的影响巨大 如今的神界 仙道法则 秩序欲发的稀少了 所以成仙越发艰难 古明道有之 所以此番正道真仙 卡在了九道仙气上 就是因为如今的天地环境所限制 缺乏完整的仙道规则与秩序 所以限制了真仙大道 那为什么那仙朝老鬼 却到现在还没来抽取 你们身上的仙气与仙道法则 王腾有些好奇的道 古魔老祖与古明魔神闻言顿时身体一将 不由得看向王腾 吃地你很希望他来抽取 我们身上的仙气与仙道法则吗 古明魔神看着王腾一脸忧怨的道 没有我就是有些好奇 王腾连忙干咳一声 白手道 因为我们身上的仙气太稀薄 仙道法则不完整 且脆弱 所以对他的吸引力 并没有那么强烈 古魔老祖开口说道 第2469章计划造仙 原来如此 王腾文言点了点头 公子 仙火降临 又一场动乱将起 届时这神界 必定是生灵涂炭啊 古魔老祖身吸口气道 王腾也拧着眉头 沉吟道 既然这仙火是由仙道强者引起 那就说明在这神界 除了纳仙朝真仙 还有其他古仙折服 当这些古仙出世 是否就是仙火彻底降临的时候 不错 古魔老祖点头道 信念必定还有古仙存活了下来 因为仙门关闭后 仙道规则秩序 无法流转到神界中来 导致神界中的仙道规则秩序不全 且越发的稀少 因此那些古仙 为了保存自身 便只能折服起来 自我封印 以待时机 重新回归仙界 换句话说 是不是只要将这些古仙都解决掉 这所谓的仙火 也就不会发生 也就终结了 王腾开口说道 古魔老祖嘴角一抽 看来自家公子一眼 迟疑到原则上来说 是这样的没错 不过 要将那些古仙全部解决掉 阻止仙或降临 恐怕没有人能做得到 殿中其余众人也都纷纷悍言 光是一个仙朝真仙 如今便让他们头疼无比 忌惮不已 更别说是将当时那些自仙古时代折服下来的古仙们全部震杀 解决掉了 这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天方夜谈 王腾目光闪烁 老海中念头转动 道 我记得方才你说 我师兄之所以会止步在九道仙气层次 是因为这片天地缺乏仙道规则与秩序 所以限制了我师兄成就真仙大道 不错 公子的师兄 可谓天纵其才 抵运雄厚无比 当初属下与之一起论道交流 不足半年 其便开悟仙道 最终开始正道真仙 一口气凝练九道仙气 若非最终仙道规则有缺 必然能一步入真仙大道 可惜 古魔老祖惋惜道 殿中其他众人闻言也都纷纷遗憾地看向古明魔神 若是古明魔神当初能成就真仙大道 那他们此前与仙朝大战 也不至于退走 说不定能一局定乾坤 攻下仙朝总部仙庭 古明魔神则是神情平静 看不出半点颓丧之色 却是道心坚定 心胸豁达 并未因此而滋生心魔 千道有缺 这不是我不行 为什么好遗憾的 感受到四周遗憾的目光 古明魔神淡然道 古明道有真是好高的心境 我等佩服 众人见状 纷纷拱手道 古明魔神摆了摆手 不以为意 王腾则是目光闪烁 心中一念涌起 小松体内道基 鸿蒙世界 可是一座仙界所化 其内有着完整的仙道规则秩序 还有浓厚的仙气 不知道能否从中皆引出一缕仙道规则 补全古明魔神所缺 就如当初在下界的时候 他们天地有缺 他们无法正到天地境界的时候一样 当初在下界 他们便是借助小松体内的鸿蒙世界 皆引出其中完整的大道规则 从而正到天地 如今 何不顾忌重施 即便不成 是一事 也总归是好的 至少不留遗憾 不过 关于鸿蒙世界的事情 事关重大 在场的众人 可不全是他的直系麾下 逆仙蒙的那些人 都是各方势力的强者 未必跟他同心 万一将此消息泄露出去 说不定会引发天大祸端 已经 掌握一座真正的仙界 这是何等的惊天大秘 那些古仙 为何一定要回归仙界 不外乎仙界的修炼环境更好 仙道规则秩序完整无缺 天地元气更加精纯浩瀚 仙气缭绕 能最大程度地延缓寿源衰竭 延缓血气枯竭 从而获得漫长寿命 达到理论上的长生 而神界 缺少这些条件 虽然真仙修为高深 血气磅礴 同样能活漫长的岁月 但血气终究有耗尽的时候 寿源也终究会有尽头 缘远比不上仙界的条件 当然 王腾不知道的是 这只是因为这些人的修为道逢 还不到家 不曾超脱出去 当修炼到一定境界 便可获得真正的超脱 跳出三界外 不在武行中 能够自我捏造演化大道 任凭在何处 都能长生自在 间或将至 不论如何我们也要做好准备 下令继续盯着 吉兰之地无人区的黑潮动向 随时禀报 好了 散会吧 王腾全横稍许 最终并为江洪蒙世界的事情说出来 而是挥退众人 离开一时大殿后 王腾冲着古魔老族与古明魔神道 小魔 还有师兄 你们随我来一趟 两人文言相识一言 跟着王腾来到圣山 这圣山建立有行宫 如今是王腾的行宫 公子 古魔老祖公公敬进行了一礼 王腾抬了抬手 师弟 你换我们前来 有什么事情 难道是想要去探索那无人区 古明魔神看着王腾道 王腾摇了摇头 道 无人区有什么好探索的 凶险异常 不出意外 那些古仙多半多数就是躲藏在无人区中 说不定不是古仙 是逃到神界的逃难者也说不定 王腾目光微闪 深吸口气道 他已经在神界见过一个逃难者了 便是那迷雾海中的存在 所以王腾并不觉得这偌大的神界 只有迷雾海的那一个逃难者 多半还有其他逃难者 只是藏得很深 比迷雾海的那尊逃难者 还藏得深 而那无人区 很适合作为那些逃难者们的藏身之地 当然 也可能是那些古仙蛇伏的地方 不管那无人区是古仙蛇伏之地 还是逃难者藏身之地 都不是什么好地方 必定是凶险无比 他现在虽然实力大增 但是却还远远不够与那些存在硬碰 那你找我们来要为何事 见王腾摇头 古明魔神有些惊讶道 我打算做一件事 需要你们配合 王腾看着两人道 什么事 你尽管说 现在你是魔庭之主 你说什么 我照做就是 古明魔神开口说道 公子有何吩咐 属下必定赴汤蹈火 古魔老祖则是拱手道 连忙表忠心 王腾盯着两人道 我打算 造仙 第2470章故技重施 造仙 听到王腾的话 古魔老祖与古明魔神纷纷一愣 随后全都一脸惊恶地看着王腾 什么意思 古明魔神胡一道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王腾开口道 我打算祝你们一起成就真仙大道 古明魔神文言顿时张大了嘴巴 神情古怪地看着王腾道 师弟 你认真的吗 祝我们成就真仙 你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成就真仙大道 办法我还真有 不过能不能成功 还得要是上一世才知道 王腾微微一笑 开口说道 古明魔神不由皱起了眉头 有些狐疑地看着王腾 随后摇了摇头道 师弟 不是我成不了仙 是这天地环境 不适合成仙了 这天地环境 仙道有缺 这是大环境断绝成仙路 无法违逆 古魔老祖也一脸惊疑地看着王腾 对于古明魔神的话 深以为然 王腾文言神秘一笑 道 如果是其他方面有缺 我或许的确帮不了你们 不过大环境影响 仙道有缺 我确实恰好能够帮上你们 王腾开口说道 古明魔神与古魔老祖文言 顿时目光一明 因为看王腾的样子 似乎是对此很有信心 师弟 你究竟有什么办法 打算怎么做你就直说了吧 不要再掉师兄我的胃口了 古明魔神目光闪烁道 王腾微微一笑 道 你们方才不是说 如今这天地大环境 缺乏仙道规则与仙道法则 所以才无法成就真仙大道吗 我便为你们补全仙道规则与仙道法则 如此你们可成仙否 补全仙道规则与仙道法则 听到王腾的话 古明魔神与古魔老祖二人顿时纷纷面色一变 经道 师弟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能补全仙道规则与仙道法则 两人都一脸不可思议的看着王腾 毕竟 虽然我王腾的天赋的确惊艳无比 但是终究只是刚刚修炼到神帝境界而已 本身都不是仙道级别的存在 结果却说要补全仙道规则与仙道法则 这实在是有些荒谬 如果是别人这么说 他们必然是认为其实在故意奚落消遣他们二人无法证得真仙大道 早就一巴掌呼过去了 但是说这话的是王腾 他们自然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不错 王腾信誓旦旦的道 你打算怎么做 见王腾信誓旦旦 古明魔神目光微闪 神圣道 若师弟你真能补全仙道 那届时我们逆仙蒙 岂不是都能成道真仙 这件事情 可是非同小可 王腾点头道 我当然知道此事非同小可 而且这件事情 也不可外传出去 所以方才在一时大殿的时候 我才没有提及此事 古明魔神点了点头 古魔老祖则是依旧一脸惊怡之色 有些想不通王腾究竟是要以何种 方法 补全仙道 要知道 仙道有缺 这是天地大事 天地环境所致 就算是那些古仙 都没有办法做到补全仙道 王腾一个刚刚晋升的神帝 如何做得到 王腾没有与两人多做揭示 而是让人去请周松 片刻后 周松赶来 公子 你出关了 见到王腾 周松脸上顿时露出笑容 冲着王腾拱手道 呵呵 小松 此前相逢 却是在与仙朝开战的时候 还没来得及与你们好好续一续 回到这妖族后 我便又匆匆闭关了 这些年不见 你的震道造诣 愈发得深不可测了 看到周松 王腾脸上顿时露出温和的笑容 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 这是随他一路征战 跟随他自下界荒途走出 随后一同来到神界 一起同甘共苦 虽然对方称呼他一生公子 以追随者的身份自居 但事实上 王腾早已将他们视为兄弟 从当初 王腾将浑雪海给他们的那一刻起 他们便已经是王腾心中 最重要的兄弟 叶无常 叶千仲 唐月 道无痕等人 皆都如此 听到王腾的话 周松苦笑着摇了摇头 道 原本我们以为终于追上了公子你的脚步 但当见到公子后 方才明白 我们与公子依旧有着不小的差距 与公子相比 我这点成就算得了什么 王腾文言完尔 随即开口说道 小松 我此番寻你前来 有件事情需要你相助 公子有何吩咐 尽管吩咐便是 能帮到公子 便是小松最大的幸运 周松文言 开口说道 师弟 这位是 古明魔神看着周松 冲着王腾问道 他对周松印象深刻 妖界的防御阵法与杀阵 便是周松负责加固的 还有这笼罩妖界的时间阵法 也是周松的手笔 其翻手成阵的手段 却是让古明魔神印象深刻 他叫周松 我之手足 王腾文言道 随后又冲着周松介绍道 小松 这位是我师兄 号称古明魔神 至于他 他是小魔 古魔老祖听到王腾的介绍 顿时嘴角一抽 为什么介绍到我这里的时候 就这么随意了 同时 他很想说 他的名字不叫小魔 不过他对王腾 却是不敢有半点违逆 心中对王腾的畏惧 已然到了灵魂深处 听到王腾介绍周松 声称周松是其手足的时候 古明魔神便是心中一领 对周松再不敢有半点小觑之心 对其客气地拱了拱手 友好的打了招呼 周松听到王腾的介绍 也不由得心中顿时意暖 冲着古明魔神与古魔老祖二人拱了拱手 周松开口道 不知道公子所言何事 只要用得上小松 小松定然赴汤导火 王腾摆摆手道 用不着去赴汤导火 还记得当初我们在下界的时候 你们是如何正道天地境界的吗 周松心思素来灵动 听到王腾的话 顿时就明白过来 看了古明魔神与古魔老祖二人一眼 道 公子是要顾忌重施 帮助他们正道真先境界吗 古明魔神与古魔老祖文言 都差异的看了一眼周松 没想到周松竟然瞬间就猜出了王腾的打算 王腾点了点头 道 没错 如今这片天地 便与当初我们下界一样 规则不全 先道有缺 导致现在没有人能正道真先了 所以我想问问 你现在 随着行为提升 对鸿蒙世界的掌控 是否也有所提升 能否如当初那般 揭引出完整的先道规则 祝他们成就完整的真先大道 王腾开口说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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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